哎呦我擦这狗托我服了啊 底下这是啥啊 战斗倒计时 懵了吧 听说小老弟逆袭了无级别永不磨损 我是卖家物品 来个四五十万的东西 啊 太残暴了 好了兄弟们 老王的大迷地 五十九级的玩家在生日快乐 给自己创造军火的时候 无意中鉴定出了一把超级极限 无级别加永不磨损武器 这把武器是无级别就算了 还是扇子 扇子就是算了 还带永不磨损 永不磨损就算了 伤害还是508 爆了88 伤害 无级别永不磨损 扇子就算了 还给你单加一个力量42 太变态了这把武器 太舒服了 这把武器 这把武器要是我的 我打一辈子图 我拿140级的非诚号打图 出图率高 140级带130的无级别 看着舒服 这个比简易 比130的高伤简易 都不差多少了 因为这把武器 必上16段以上宝石 它放在简易的行列里 它都牛逼 129级它都能用 而且耐久度是955 关键是还带布膜 开完孔以后耐久度 还剩个880 太帅了 这把武器 帅 看开始二玩梦幻 后来发现 梦幻出了个太好东西的话 你还是爱钱 你抛弃了 你的59级号 来这把武器 16段宝石 甚至25的命中 16段 这把武器 其实是能上17段的 咱们先签去段 16段算 16乘以25 再加551 命中951 除以3 加508 存伤是825 所以说我说是简易 是相当于129级简易 完全够用的等级 42再乘以个0.67 再加上个825 这把武器 天科用 是853.14 这把武器不算布膜 我觉得 850的扇子 不算布膜的话 应该是40 应该是40存力的 不算布膜40 你们算布膜吧 兄弟们 冰者给我发了图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内卷 一个拿着150 无级别的人 看到了一个 拿到120人的无级别 问你的小光是在哪卖 以前我们的小光是90级 不过在150 无级别面前的话 120也算是小光 一个字 绝 再来一首 秋天不会来味道就对了 好的哥 去探探官府监听去吧 别在天台了 天台我出的东西都是垃圾 这小锦衣整得挺帅 还背了一个小伞 整得跟宁采神似的 这号不谈成就不要紧 不影响出无级别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波出了一个223防御的 永不磨损 就看有没有单加 223永不磨损 哎呀我去 体耐双加54残月防御爆 246体耐双加高防御 242 223永不磨损 利敏双加 利敏珍宝 215 264加体 227 残月的特技技能西兰 三个双加的衣服 双加的四个双加 主播出品 牛起 牛起 逆天的双兰字 三兰字我眼花了 竟然可以四兰字 永不磨损 精致破甲 简易特技就行 宁心绝佳力 提敏双加 单加敏捷 单加力量 磨敏双加国标 这车有点拉 这车俩双加 看传音戒指 下次他再发传音的时候 我一定能看到 这不是戒指 这儿是 选择的余地 衣服出特技了 老板选择的余地都没出完 哎呦我擦这狗托 我服了啊 我服了选择的余地出完以后竟然是罗汉金钟 跟无级别纪律一样 无级别之夜一晚上都不一定有一个罗汉老板又出了 有意思 罗汉金钟 二百 二百 一日七 底下这是啥 战斗倒计时 快点来人 有没有生日快乐的玩家 有没有生日快乐的玩家 来人 我把钱转移一下 夜来风雨生 我放你身上一千六百三十八万 说吧 你是不是狗托啊 老王我是你粉丝 放心 不得杀你 你跑就是 我跑毛跑 我他妈有大哥来 我还跑 应受见人就扫 不管是谁 不听他说话 你跑吧 你跑吧 你要能跑就让你跑了 我感觉应受不一定能打得过他 我操 应受很危险 行了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死了 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死了再打死了再打死了 墙皮那么死了掉装备的 这个玩笑别开 勾魂五百万 这回没五百万 行了应受走吧 我开始 谢谢叶来风雨生 谢谢应盛 谢谢家我好友的 孤近晴天 好 就差最后一部还钱 还完钱今天节目效果完美了 1600万你去替我电影惊火了 就剩两个八十集 两条属性的零事了 哎呀钱变多了感谢叶来风雨生啊 你这人有点意思啊 哈哈哈哈 罗汉出了无级别出了 所以说理论上是无级别罗汉 很流伤的谷香 还行吧 谢谢大家